真环传 其实安玲蓉的贵妃称号比这几个贵妃的强多了在这后宫之中 有一个可怜人 她就是安玲蓉 安玲蓉在进宫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出身比较卑微 所以在后宫中一直非常小心翼翼 自卑的种子一直在她心里埋藏着 因为她出生这么卑微 所以她的内心也一直微微扭曲 所以在后来抬头靠了皇后 走上了一条不轨之路 而安玲蓉也完全是因为她的歌声比较美妙 又善于制作香料 也就获得皇上的宠爱 其他的根本就不知一提 我们都知道 安玲蓉从一个小小的答应 一直做到飞刺是非常不容易的 除了靠她自身的努力 还有的就是皇后娘娘的提携和帮助 但是因为她获得了皇后娘娘的帮助 自己也终生没有孩子 中间的时候还曾经小产过一次 这都是在她记忆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她得到皇上的善宠之后 叶飞风为了飞子 皇上给她的封号倒是很特别 当时皇上让内务府想了几个封号 但是都觉得不是非常好 于是皇上就让甄嬛给她想一个 甄嬛想来想去 便给皇上提了离非这样一个建议 寓意就是安玲蓉她唱歌比较好听 好像一个黄鲤鸟一般 但这个封号却远入了安玲蓉 其实甄嬛原本给皇上这样的建议 也是为了讽刺安玲蓉一次 那个时候甄嬛就已经知道 安玲蓉她不怀好心了 姐妹情义也就此破裂 所以甄嬛对安玲蓉早就已经恨之入骨 安玲蓉知道皇上给了她这样一个封号之后 便十分的生气 本来安玲蓉身边的两个丫鬟 就叫宝雀和宝君 如今再多了一个离非 那安玲蓉的宫中 岂不是像一个鸟窝一样 其实不光是安玲蓉 像华妃 她在死之后 皇上也给她了一个封号 叫多后贵妃 是不是觉得很讽刺呢 华妃在生前的时候就非人保护 哪里多后温瓦了呢 其实 这也正是皇上对于华妃的讽刺 但是她又不想背负上薄情的罪名 就只好这样做 再比如说端妃吧 当时端妃为了还皇妃给她端出了多开药 所以她也就叫端妃 其实 别人是取解了端妃名字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话 看起来了也是有一些讽刺的 再有就是甄环了 但来成元皇后的小名 就叫婉婉 所以甄环 她也在做贵人的时候 被叫做婉贵人 我叫婉婉贵人